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比賽要來加加油 黃文成這棒帶成了 在中組外方向還滿深遠的位置 來看看最後的落點 打到了拳打牆 彈了回來 現在一口氣往二壘走 停在了二壘 這個時候開賽就超出一個 Leal of Double 整人拉都是常打 打第一球 這球有點切到在左半邊三球 跑了很遠的距離 有辦法來守備嗎 漂亮 這個球漂亮 董子恩連續兩天都裝上了 自動導航啊 對決兩口兩壞 現在就讓打者揮棒落空 轉換一下節奏 來了一個變化球 在第一局就打下分數 對決 變化球過來 拉掉 換了一個角度 來了一個曲球 讓打者暫時不動 遭到三陣化解失分危機 蠻多的霍波漢將的球迷 進場的幫霍波漢將加油 這一棒打右半邊打得還蠻不錯的 相當的聲音 來到了警戒區這邊 哎呀 打到手套 In and out 現在有得跑 數理球還發生那些瑕疵 范國神繼續往三壘走 沒有問題滑下來 對 來到第五棒的聲浩尾 這一棒打擊出去在中外方向 這一個距離應該是夠遠了 非常接近警戒區 所以佑震華接球之後呢 也不選擇來穿本類 所以高飛犀身打 帶一分的打點 連續兩天先得分 都是北方王者富光漢將1比0 這整個控球狀況是明顯優於 插前面的幾場生發 對 現在要看能不能夠保持這一棒 帶起來有沒有道歉野球的機會呢 好香 在中正方向 結果沒有接到 真的道歉了 現在陳子豪來到了得點 這點圈 這個道歉野球來得很快喔 主持人應該說 好啦 我知道 太低 這一棒打右半邊 屏飛球被接上 趕快回去 看能不能夠回到本類 再跟艾斯特道歉一下 拉掉 今天轉換節奏 投這個曲球 都能夠來抓出局 對戰打幾率 三成六四 來看一下有了 打揚頭特別有心得 陳子豪要不要拚 繞過了三壘之後呢 現在要來拚本類 這個回傳球 來不及 結果高宇傑也是成功的來抵達二壘 嗯 這隻安打送回了陳子豪攻下 中心兄弟的第一分 雙方1比1回到原點 可能變速或者是曲球 曲球過來 這個位置真的進了一點非常好 打者又變成了監視器 整個橫移的一個位置喔 非常的大 拉回來再右半邊 來看一下 籃截之後呢 起身快穿 一壘 nice play 岳東華 哇 硬是沒受了張濟德 本屆的第一隻安打 滿足數的對決 內角 結果投得太裡面的一些喔 投出了撕壞球 艾斯特出現了這場比賽個人 第一次的四壞球保送 有沒有機會來發動速度戰 結果還是太內角 跟林哲軒最後那個 保送的位置是一模一樣喔 有點圈攻擊機會 第一球就出手 來看一下在右外野方向 落地形成安打 現在林哲軒已經是要來攻本壘 因為下兩處局的情況之下 王政堂打出了兩處局的關鍵安打 這棒打成了在中外野方向的平飛球 哇 打得滿紮實的 不過洛里布佳遭到了岳振華的接殺 那艾斯特反而他是被擠出一隻 這個短程的一籃打 反而是兩分的落後 當然主要 再來1K 第5K 可能還是要以打者的心態來 英才施教 英才調整 很強勁 哇 泛國城 空中抓飛鳥 硬是了沒收岳振華 有可能形成了安打 所以 以楊角來講 確實是滿適合的 右半邊 二雷球出去接球之後呢 傳給補位的格威士 完成了自殺 結束這個半局 忠信兄弟的進攻 格威士圖書上比賽個人第一次 三上三下的半局 速球過來 速球過來 打成了在中右外野方向很深遠的位置 打到拳打牆彈了回來 哇 又是直球被打 曾宋恩現在一口氣來到了得點圈 兩出局之後呢 現在要來帶起忠信兄弟的攻勢 來到了二壘 這個直球過來應該會變化球 所以你要不要只有鎖定 你比較高的進來來做攻擊 哇 結果外角的滑球 還是讓搭著 要會不會出棒 遭到了三陣 結束這個半局 忠信兄弟的攻勢 留下得點圈的殘壘 無共而返 高宇傑在前側進攻 從格威士手中打出來 打帶有一分的打電 三壘方向滿強勁 東曾反手攔截之後呢 對角傳一籃 哎呀 傳短了 現在高宇傑大能不死 繼續往二壘走 哇 說著說著董子仁 這個時候發生了一個傳球失誤 那現在各威士的話 在這樣比賽已經投出了7K 點下去 投手接球 選擇要來傳三的坪速度 C 沒有抓到OSAF的情況 這邊傅方他不要來挑戰 要挑戰嗎 要 這個挑戰很關鍵啊 這個要改判機率應該不高 那這個就很明顯喔 從第一畫面的一個 這個角度來看一下 高宇傑的右腳 很高的喔 好 真相只有一個 答案是 C C 1號2塊 虎手蹲外角 這一球出棒 打左半邊的界內 今天成安打 現在中信兄弟的追平飛上回來 而且一路滾掉的圈打 牆邊揚翔和師 停賽的三壘 王威城今天擔場了第二次 二壘安打 這個時候帶有一分的打點 追平戰局 2比2 外角 好 太低 所以直接讓 郁振華選球 選到了四壞球 保送讓他填補上到 一壘的空缺 然後兩回要對決了 這一棒碰了一下 在左半邊的一個平飛球 轉手接殺之後呢 三連上的跑者 楊翔和決定要啟動 這個回傳球來不及 所以行程的高飛行 先打帶一分的打點 現在中信兄弟 取得分數的領先 這樣比賽首度來站上 這個曲球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好用 要啟動喔 這球 結果還是拿曲球 投出了聖雅德第200K 唉唷 在第六局直接由 謝榮華來接地 艾斯特在前五局 其實用球數 87球而已喔 感覺是有蓄投的空間 嗯 不過在第六局呢 馬上就來進行投手的更換 來到兩好三換 再來一個 這邊的一個平飛球 落地行程安打 第一時間感覺曾宋 想要去拚拚看 不過沒有辦法 阻止球在他的面前落地 是 打第一球 一個小飛球 在右半邊二雷手 跑得很遠的距離 哇 岳東華今天防守組啊 唉唷 這個時候發生了爆頭 王政堂要往前推進 送壘包了 那另外就是 神浩瑋 三壘方向 結果打穿行程安打 現在要不要拚 王政堂 現在過戰不停 回到了本壘 艾斯特的滲頭 飛掉 哇 神浩瑋這個對戰 打擊率 對戰的數據 果然可以值得參考 打下球隊的第三分 滿球數的對決 結果還是忍住沒有出手 哇 這個時候投出寶送 對 要看中興笑練團 要不要出來喊個暫停了 那兄弟 來進行投手的更換 換上王凱誠 今天球技已經出賽了有十一場 一勝兩敗的成績 拿到三次的終祭成功 確實面對到左達者來講 會比較辛苦一點 還是有半邊來看一下 因為時候 沒有攔截 這個時候穿越行程安打 現在跑者 身後我要回來 這個回傳球 傳二壘這邊 要形成一個夾殺 現在追回去 有抓到第三個出局數啊 不過timing play的一個情況之下 富邦攻下了第四分 蔣池賢藍打 再有一分的打點 在六局上幫富邦 再度來取得領先 喔 看到這樣的話 應該會去攻他的外角 確實現在就蹲外角了 哇但是沒有投進去 凌晃7的控球 這個時候又給自己 帶來一些麻煩啊 但捕手之一喔 對 哇喔這個變化球 插棒 是插棒 所以這個時候要挑戰嗎 張青人有接到 要看 我想這跟插棒與否 沒有太大的關係喔 即便就是插棒 或是揮空 就是看這個球有沒有先落地 落地再接到 那就 喔改判了 這一棒碰了一下 在中間方向的一個飛球 落地形成安打 喔 雖然打在棒頭上喔 不過落地非常巧妙的一個安打出現 安打還是安打 這賽的時候其實表現還不錯 所以帶到開箭名單 來看一下這一棒 打成了在中左外野方向 還是很深遠的飛球交給誰 唉唷 兩人過去搶 最後是誰接到 幸好好像是有接到 王政堂的樣子喔 哇有盡無險的接殺這一個飛球啊 行程第三個出局數 上的是李東銘要來戰場投球 原本一直在想說 欸是王衛勇 不過因為他前面兩天 已經連續兩場有登板 對 所以今天可能是放假一天 李東銘本季出賽了八場 拿到兩次中間成功 七局的投球被打 九磚打 有八次的三陣 也是一樣有四次球出現 比較多的情況 五次的四次球 對防禦率三點八六是可以接受 你要積極一點 直接大短進攻喔 那打者最好是有揮擊喔 這幫帶起來非常深遠 已經放棄截球啦 這個時候是優惠方向的送殺 一棒扳平 約振華打出了本賽季個人的 第八Home Round 馬上直接把比賽帶回的原點 哇 411英尺的一個擊球距離 哇 擊球出速更是來到了一百七十一公里啊 哇 我想關鍵在於就是 上來李東銘前面兩個球 沒有辦法取得好球數的領先喔 李正昌 也是連續兩天都有來站上投手球 很大的一個掉分危機啦 這一球打得不錯 在中左外野方向落地 行程安打 李宗賢 有一點像喔 一個挖地瓜 高血的一個補救喔 點 沒有點好 這個時候小高直接接殺 哇 王正堂想要點 結果又是變成了自殺 跑的話 他第一時間可以做這樣的判斷 這一球打得滿紮實的 在中外野方向正朝著中外野手過去 進到了岳正華的手套裡面 哇 范國城最近 感覺運氣不太好啊 走了 哎唷 發生後面倒三雷 這個時候呢 李宗賢 倒雷二雷之後 往三雷走 撲下去 對 可能要用昨天那種接的 結果 外角的滑球 還是三陣掉了 身後尾 所以這個時候呢 友禁目前的化解 八局上的失分危機啊 郭寶漢將在 這個半局 留下三壘的殘壘 無功而返 打這一棒 結果是右半邊 非常強勁的飛球 來看他的落點 哇 林哲軒 接到了 What a catch 哇 這個球非常 接得非常有價值啊 換上小黑吳俊瑋來站上投手球 借梯李真昌的投球 上比賽中兄弟第五任的投手 啥子 誰先突破對方的牛棚 第一球 中間 高國林積極的進攻 打出籃打 中間方向的穿越安打 平的短棒助攻 點下去 點下去 點得很好 一壘手出去接 趕快傳向不位的二壘手 進去一壘 抓到出局數 成功的犧牲短打 不需要還是要蹲外角 這個變化球 讓王勝偉揮棒落空 遭到了三陣 哇 吳俊瑋頂住壓力啊 這個時候再抓一個出局數 兩出局 滿球數對決 兩出局而流跑者 這一球 忍住 這是一個壞球 這個位置是壞球 速球 速度上還是有出來 不過外角偏低 所以現在又保送了林哲軒 這個時候富邦漢將來到了滿壘 這一球投出 打者站著不動 遭到了三陣 哇 關鍵的一個滑球啊 放在了外角 三陣掉李宗賢 讓富邦漢將在九局上中了滿壘技 一分未得 待會看到 九局下忠信兄弟的進攻 來了 那個男人 九局下看到富邦克就是滿滿的絕望感 不過現在是4比4平手的局面 本季當幕前面是糾纏的出賽 昨天是拿到了本賽季第四次的救援成功 十決投球被打巴沾打 送出了有14K 我們想要下班了 你不要這麼誠實啊 喔 今年球季第一個四壞球出現 點 點下去 三陣手出來接阿露了 葉子婷 忙中出錯 這個時候發生一個 手臂上的失誤啊 變成all safe 一個出局數都沒有抓到 就結束掉了 所以一定要 手再一個 拉回來 右半邊攔打 現在要不要拚 王維成這邊 停在了三壘 先保險起見阿 這個時候呢 許基鴻中斷了連續16打數 沒有安打的一個第一槽 而且讓兄弟在九局下的攻勢阿 無人出局滿壘 兄弟有很多種 跟富邦說再見的一個方式 第一球 哇 再見出身球 怎麼會是這樣子 再見出身球 這個出身球是有1分的打點喔 所以陳俊秀 成為這場比賽的勝利打點 中場 在滿臉的情況之下 富蘭哥投出了再見出身球 也戲劇性的結束了這場比賽 5比4 兄弟跟對手說再見 雖然艾力皮肉痛 但是陳俊秀還是怒吼了一聲 因為他是至勝英雄 兄弟在九局下半呢 5比4 1分之差 氣走了富邦漢將 再來看一下再見出身球 打到 這個情緒起伏應該是先生氣 但是想想開心 這個很值得的一個出身球 是 所以雙方在三連戰的第二部曲 由兄弟1分之差來頒回一城 休息一下 帶回來解決這樣比賽的 單強自由價值球員 請問到會議 請問配合 既然社交你們 請問配合 請問配合 嗯 請問配合